這題的搞了一堆 他說他是高音產婦 然後做姚萌穿刺 重點他做的幾場叫核型分析 什麼是核型分析 把胎兒細胞裡面的 細胞核中的染色體 拿出來照相然後重新排列 所以你要等他進入到了所謂的分裂期 染色體在前期 分裂期的前中後面的前期濃縮成棒棒狀 你就看到 哎呀第一堆染色體 你看我畫的是二分體喔 因為這時候已經複製完了 這是第一對 然後第二對 好你就把這些染色體的樣子拍照起來 透過電腦去排版 這是第一 這是第二 這是第三 這是第四 全部排出來 所以到第二十三你可以看到 哇X 如果是兩條 就是恭喜你是女兒 那一大一小就是XY男生 好這樣子叫核型分析 細胞核內染色體型態的分析 他可以看什麼 染色體的數目及結構 染色體 數目和結構 是否是正常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這個疾病是 因為染色體數目異常 或結構異常 所造成的疾病 就可以用核型分析找出來 好啦 那既然有數目或是結構上異常 我們來看看 鐮刀型瓶血 都不是 鐮刀型瓶血是點突變 染色體根本看不到的 這要做DNA定序 其中一個檢疫對變了 你染色體的大 這麼大的染色體 根本看不到一個點的突變 所以A 鐮刀型瓶血 無法用核型分析看到 那唐氏症可以嗎 可以的 應該是二十一對染色體 多一條 好 艾滋病不行 艾滋病是被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 你看染色體沒有用啊 那艾滋病怎麼驗 抽血 看你的血液中 有沒有艾滋病的抗體 如果你有抗體 你感染了 你有抗體 那你會想 我有抗體為什麼還是生病 因為那個抗體殺不死 艾滋病病毒啊 艾滋病病毒 躲在細胞裡面 而這個抗體之後 會慢慢變少 因為你的免疫力會開始下降 所以 艾滋病主要 主要是抽血 看你有沒有抗體 有 你感染過了 所以你有 所以艾滋病不行 那透纳 透纳四症 就是女生一條X 它是2N-1的例子 所以它的性染色體 二十三二染色體 只有一個X 沒有另外一個X 也沒有Y 所以看得出來 所以它是屬於 數目上的異常 拉上來 好 接下來是那個第一選項 克萊恩菲特症 這什麼症啊 就是我三個所教的 克難菲特症 就是男生 XXY 或是XXXY 也是染色體 樹木異常的例子 這是三體生物 或是四體生物 我上課稱它為 克難菲特症 好克難喔 但是我們的課本 由人把它翻譯成 克萊恩菲特症 就同樣的東西 好所以答案為什麼是 B-1 那是數量 樹木或結構上的異常 可以做核心分析檢查的 好大家有個東西 我這邊補充一下 我剛剛所說的這些疾病 唐氏症 透纳症 還有克難菲特症 他們叫做遺傳疾病 對不對 可是你仔細想這些疾病 他的父母 並沒有這個病啊 唐氏症父母沒有唐氏症 克難菲特症 或是透纳症的父母 沒有透纳症或克難菲特症 克難菲特症 所以為什麼它叫遺傳疾病呢 這個概念本來應該是應用生物第三章要講的 不過既然題目遇到 我先釐清 遺傳疾病不是可遺傳的疾病 所以很多遺傳疾病不是遺傳來的 遺傳疾病的定義是指 因為遺傳物質異常而造成疾病 好啦唐氏症 你染色體多一條 算不算遺傳物質異常 算啊 染色體就是遺傳物質 它多一條啊 而造成了疾病 所以遺傳疾病定義為 遺傳物質發生異常而造成疾病 包含染色體數目改變 結構改變 或是上面的序列改變 就是所謂的突變 都叫做遺傳疾病 所以遺傳疾病 不一定可以遺傳 它不一定是遺傳而來 它是遺傳物質改變而造成的疾病 這釐清一下 唐氏症父母沒有唐氏症 為什麼小孩唐氏症 不是遺傳而來 是遺傳物質異常 好 以上是第十字題多選 好看 好看 好看